幣安有可能像FTX一樣倒閉 頂級投資人2023投什麼 哈囉大家好我是腦哥 歡迎回到這禮拜的幣圈週寶 這是一個幫助不想錯過加密貨幣最新資訊消息時事的朋友 用10分鐘帶你了解幣圈大小事的系列 那這個禮拜大家應該都會聽到不少幣安的恐慌消息 我們這邊幫大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梳理 這禮拜還有頂級風投A16Z2023的市場佈局揭露 Happel與Metamask的合作 FTX創辦人SBF遭到收押 FTX聽證會超精彩進行中 還有川普發行NFT Filecoin、OKX還有Flow等項目的消息 這部影片不構成投資建議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這個禮拜連幣安都開始搞得人心惶惶 大致上是發生了四個事件讓社群非常恐慌 那分別是第一個 美國司法部正在考慮對包括CD在內的高層提起刑事訴訟 座大審計公司Mazar宣布停止跟幣安的合作 那這個演唱CD在上CNBC的採訪的時候表現得非常糟糕 也就是最後從數據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幣安的資產儲備單月就減值了超過百億美元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分析這四件事情 大家到底在慌張什麼 然後有沒有這個必要 首先第一個是美國司法部檢察官表示 從2018年來就一直在針對幣安 在美國的反洗錢防治法與相關的法規進行調查 然後參與的檢察官現在說 至少有六位已經收集到充分的證據 可以對趙長峰等人提起刑事訴訟 那想當然如果說幣安的創辦人CD被美國抓去審判 更嚴重的被抓去關 那肯定是會對幣安的業務造成很嚴重的影響 但是大家看到這個新聞可能會覺得說 美國的警察官已經追幣安追四年 可是你要想其實幣安也才成立四年 這件事情的客觀事實是 幣安從一開始就很不受美國的待見 那另一個客觀事實是 相關的法的這四年來從來沒有停止過 所以今天美國是要怎麼樣去炒幣安 對一些在這個圈子待了比較久的人來說 已經麻痺無感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只是一個很老的話題 只是在現在這個環境又被大家特別的害怕 是主要的原因 那下一個這個Mazar宣布停止對幣安的審計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嚴重一點 因為這代表原本一個很大的審計公司 原本可以跟加密貨幣交易所合作 他們會宣布終止合作 一定是會有一定的原因 那這件事情造成一定的恐慌跟不確定性 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幸好Mazar並不是單獨針對幣安 並不是只跟幣安傑出合作 因為他同時也移除了包括Qoocoin 還有包括Cripple.com在內的審計合作 也就是說不是幣安他們內部發生了什麼問題 而是整個加密行業 可能Mazar這個公司就不確定這個東西該怎麼審計 這也是CD在接下來提到的CNBC採訪裡面 有提到的事情 好再來是CNBC這個採訪 這個是我覺得可能比較嚴重的 那CD呢在前兩天上了 CNBC這個美國最大的新聞頻道的一個採訪 那裡面針對的大概有兩個點 第一個是之前幣安提供的資產儲備 是大概六百多億美元 可是在網站上看到他的Network 也就是淨資產也是六百多億美元 這顯然很奇怪 因為你的淨資產應該是你的總資產 減去你的負債 也就是說難道你一點負債都沒有嗎 這對於一個這麼大的公司來說 明顯是不合理 那主持人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但是CD就在當時表示說 作為一個加密會公司 他並沒有跟其他的幣安公司 或是項目有負債相關的往來 也就表示他們沒有負債 事實上我覺得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就一個這麼大的公司 他資產負債表裡面 他的資產啊 負債權益 這個東西一定是都有的 那幣安沒有辦法好好公開 他的負債這件事情 其實放租所有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整個加密貨幣行業 其實都是同樣的情況 我不確定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讓這些交易所 沒辦法好好公開負債 但我知道的是 如果今天因為所有人的美光燈 跟交易燈都公布在幣安 所以幣安要成為一個透明到 連他的負債都要告訴所有人 那第一個一定是讓他在行業競爭 取於劣勢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今天公布的負債 不是在經過完整的規劃跟整理 就公開的話 一定會有更多漏洞 會讓其他人攻擊 所以在FTX破產到現在 其實才一個月 各大交易所 已經能夠公布他們的總資產 剩下更公開透明的公司資訊 我覺得就是再給他們一點時間 看看各大交易所 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還有一個蠻大的點就是 我覺得其實這些商業的審計公司 可能確實不擅長審計加密貨幣公司 那主持人這邊就很尖銳的問了一句說 那為什麼你不去找四大會計事務所呢 很明顯的Coinbase是找Deloyce審計 那CE這個時候就語色 因為我們知道Coinbase真的是在現在 最符合美國監管的一間加密貨幣公司 而除了Coinbase以外 其實我也不知道說有哪一間公司 能夠找到一個這麼大的會計事務所審計 那我們也知道說Coinbase的業務 跟這些非美國的國際交易所業務 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進行的審計方式 也是有可能不同的 但無論如何 在美國人的眼裡 今天我就是要把你對表成最安全的Coinbase 尤其這個時期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質疑 我覺得也是合理的 最後還有一個比較大的點是CZ在這個採訪裡面 我不曉得他脫口而出 還是他就是這麼的勾矣啊 就是他提到說 之前他有一筆從FTX那邊拿回來的資金 那這筆資金呢 CZ說他也忘記他放在哪裡 他可能跌到什麼程度 那主持人就問他說 如果說今天法面要追回這個獲利怎麼辦 CZ當然是一時雨色 他就已經表達說 他不知道這筆錢怎麼樣了 所以他當然沒有辦法在這題做出一個回答 那主持人就很懷疑說 所以這筆錢是有可能會造成 必然的營運問題 如果他繳不回來的 那總之這也是一個很新的新聞 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多的資訊 大家可以再follow一下 那這些法的綜合在一起呢 就是導致用戶的恐慌上升嘛 那當然就是從幣安把資金提出來 那我們都知道FTX的經驗 就是很多的用戶想要把資金提出來 提著提著反正就提不出來了 然後就導致倒閉 所以就很多人就開始擔心說 幣安有沒有可能發生跟FTX一樣事件 但是呢 我覺得這樣子的恐慌 很明顯就是沒有搞清楚重點 因為FTX之所以倒閉 因為他把大量的用戶的資金 拿去做其他的投資 而幣安第一個點 我們可以看到他有公佈他的完全儲備 並且我們從CryptoQuant的網站上面可以看到 他的完全儲備 他的乾淨資產比率高達97%左右 所謂的乾淨資產是指說 他的資產儲備 並不是由他自己發行的幣 像FTX 他的資產儲備很多就是FTT 那個他自己硬就有的幣 可是幣安的資產儲備 是像USDT 是像BTC 像ETH這種 就是如果你想要把他提走 我的公司無論營運如何 他都會持續存在的資產 而單從這個表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經歷相同恐慌的情況下 幣安的比特幣 以太幣 還有穩定幣的變化程度 也是跟FTX大不相同 所以說今天即使幣安他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都要知道 用戶會拿不出錢的唯一可能性 就是他把你的錢拿來做其他事 更煩惱我們現在看新聞 幣安好像被提了10億 20億好像很多 如果你把它放到圖表上面來看 就是因為幣安真的是一間 裡面很多錢的公司 從DeFi 拉馬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幣安裡面儲備資產的走勢圖 它確實在下跌 可是這個下跌在加密貨幣市場 似乎也只是一個 不算太劇烈的跌幅 那當然就如CZ說的 這個提領槽對幣安來說 就是一個壓力測試 那我覺得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就是如果你今天對幣安有懷疑 或者是你本來就是在 加密貨幣交易所裡面有放閒置資產 像我平時說的 不要等有一個交易所 爆出了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才去證視 它裡面的錢是安全不安全的 你平時就要知道這件事情 並且把你根本沒有要交易的 比方說比特幣或以太幣的 長期持有部位 轉移到你自己的錢包裡面 這個不只是一種安全的做法 也是一個我們學習 真正掌握加密貨幣正確的方法 好 所以總結一下幣安的FUD 第一個 美國監管的FUD 四年來都一樣 第二個 資產被提領的FUD 只要幣安的資產儲備的足夠 那就算今天我們所有人 百分之百人都從幣安提現 它也不會到 第三個 CZ訪談表現不好的FUD 這個我覺得就真的是 是要再等議案官方再提出相對的證明 包括說他們之前從FTX拿回的那個資產 到底在哪裡 如果今天要被美國召回去 因為那個可能會屬於 FTX要賠給用戶的資產 幣安有沒有辦法安全的 把這筆錢給交出去 這個是我們要等幣安新的表態跟證明 下個消息 聽證會前夕被捕 中醫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 對SPF被捕的時間點感到失望與驚訝 這個禮拜 Segman 3他終於在巴哈馬斯被逮捕了 現在終於被抓了 有點打胡天同劍的感覺 但是其實這個時間點很特別 因為他是在隔天要開聽證會的時候被逮捕 我這邊蠻推薦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區塊鏈日報對FTX破產聽證會 第一天的精華整理 他有提到說有一位參議員在質詢的時候 問了說那個美國是在哪一個時間點 跟巴哈馬斯說 你要把他抓回來 因為在前一天透露出了巴哈馬政府 要求FTX那邊領出一點錢給巴哈馬人民 相關的消息 然後在這個文件釋出之後 隔天SBF就被逮捕了 所以是不是巴哈馬政府在背後 也搞了一點什麼樣的破壞 這件事情已經不僅僅是 他作為一個交易所創辦人 有沒有農用用戶資金 還有背後更多的角力 我覺得是我們吃瓜群眾可以關注一下 那如果你想要看最新的消息 除了剛才看到的區塊日報以外 這兩天我也追了不少 Ocoin Data的影片 他整理的消息也比較快 而且很完整 如果聽得懂英文的觀眾可以follow一下 這個禮拜其實還有一個新聞 就是LeBlock的執行長被釋出說 之前他跟Alameda Research 也就是FTX的內建關係企業 有過一個沒有寫在紀錄上面的資產貸款 那後來LeBlock執行長就是直接公開請辭 我原本還差點說 難怪之前LeBlock有一個文件說 FTX可能不會破產 但是後來發現說 其實寫那個研究報告的研究副總 Derry Thurmak並不是有私下貸款的執行長 所以差點誤會他了 但總之就是他背後的利益關係 可能是相當複雜的 好下一個消息 潮水退了 Filecoin當日寫起超過30% 網傳DCG投資組合倒賣中 這個是上禮拜我們提到的DCG Digital Guarancy Group 他可能會有一些資產的問題 因為他旗下的一些很大的借貸平台 叫做Genesis 是被爆出有破產危機 那網路上有傳出 DCG可能會為此需要付一點錢 就是去救一下他的公司 所以他就開始賣了他的一些儲備資產 其中最嚴重的可能就是File 我前兩天看一下 幣加Filecoin真的跌了很多 這也是前陣子有一段時間 大家很FOMO的一個東西 那包括這些Flo RSR CVC等等的幣 也在這幾天是跌了不少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關注一下 其中一個Flo 我這邊特別找到一篇新聞 是因為他真的上一陣子 尤其是以NBA Top Shot NFT系列為主的時候 非常火紅的一條鏈 現在也是跌到了一個歷史新地的情況 所以任何一個短期之內 看起來非常厲害的賽道或項目 其實大家都要小心 他其實短期表現得非常好 也有可能是他的估值被估得太高 市場情緒過熱了 那下一個消息就比較有趣一點 就是Elon Musk 據說他從來沒有追蹤過 一個加密貨幣交易所 然後那一天他就關注了 這個叫做OKX交易所推特 然後他們的代幣 OKB就跳漲5% 突破24美元 他也沒有說什麼其他的話 但是他光是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東西可以買 所以蠻有趣的 好 下一個消息是一個好消息 就是華為街頭上表示 FTX的債權人 或許能夠收回40%的資產 這個當然身為一個 我還有錢在FTX裡面的 一個散戶來說 是一個天啊好消息 不過這邊也提到說 他可能會偷掉一些 追查團隊啊 或是會計團隊的一些成本 我們FTX債權人潛在的近回收率 可能在10到35%之間 所以聊勝於無吧 是一個不錯的訊號 下一個消息 支付巨頭PayPal集成Metamask 為錢包用戶提供購買 以太幣更便利的管道 好 部分美國的Metamask用戶 從本週三可以開始 可以用PayPal直接在錢包 使用法幣購買以太幣 並且之後會向所有的 美國用戶推出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說 在熊市的Buildo 雖然幣價在跌 但是這些公司 他們做的事情 他們提供的服務 這個速率跟趨勢 是不會停止的 好 下一個消息 關於總體經濟啊 這個也是這幾天 幣價可能表現都比較沒有 什麼生動的原因之一 因為美國聯總會主席包衛了 他暗示了可能到2024才降息 每股跌 BTT跌破18000 我們都知道加密會不會走勢 跟總體經濟的走勢 其實脫不了關係的 很多人都認為說 要等美國停止升息 甚至開始降息 比特幣下一個牛市才會開啟 原本很多人都預期說 可能在2023年的下半年或年底 這件事情就可以發生 但是根據這個禮拜 包衛爾的說法 也許要等到2024才會降 讓大家覺得說 又要等更久 那就先賣賣比特幣吧 所以這陣子市場 可能比較會沒有起色的原因 第二個消息 前美國總統川普要發NFT 持有者有機會 跟川普打高爾夫 跟共進晚餐 這個是蠻酷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就發了一個 他的形象的NFT 然後說 只要你買的夠多 你就有機會 可以跟他本人吃飯 還有打高爾夫 還有一系列的其他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很酷的點之一是 川普這個美國前總統 原本也是一個加密貨幣 甚至NFT的一個抨擊者 那十字經營 他自己也發行了他的NFT 然後還賦予他的非常有趣的賦能 所以就像很多的傳統機構 在他們原本不了解 區塊鏈跟NFT之前 他可能會做一些比較保守的表態 但他真的研究了這個東西 真的研究了什麼叫做區塊鏈 什麼叫做智能合約 通常他們是會開始接納 甚至使用的 下個消息 頂級創投A16Z 發布了2023年重點的關注的清單 那A16Z是帝圈 最有影響力之一的風險投資機構 那他這份報告告訴我們說 他在2023 可能會特別關注的幾個項目 其中可能包括 跟Crypto應用有關的手機 包括零知識多方計算 和後量子的Crypto VDF硬體 NTT 這個其實就是Soulbound Token 只不過他們更喜歡這個名詞 去中消化能源 還有Web3遊戲等等賽道 那這篇新聞 有把它整理的比較清楚 大家有興趣可以關注一下 下個消息 上上禮拜 我們週報提到了CFTC 表示連以太方都有可能不是商品 這個如果大家忘記的話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一直希望說 這個加密貨幣 能夠被監管單位認為是商品 而非證券 因為如果是證券的話 那個相關的規定特別的多 那之前那個消息 就是比較讓人看空以太幣 那這個消息他們立場要轉的 上次他們表示 唯一該被視為商品的加密貨幣是比特幣 這次他們說 包括比特幣 以太幣跟泰達幣 都應該要如此的定義 成為商品 那這個當然是從監管方面來說 相當不錯的新聞 尤其是對以太幣來說 那下一個消息 币圈風暴擋不住女股神 方舟又超低買入Coinbase股票 這個我覺得Cassie Wood背後的思考邏輯 我是還蠻認同的 就是因為現在是一個 币圈發的很多的時代 那币圈發的同時 Coinbase股票 Coin一定也會下跌 可是問題是現在發的點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跟監管相關 而監管相關的問題 正好就是Coinbase 最不擔心的 因為他們就是最公開透明 甚至是一個上市公司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時候 抄底Coinbase股票 可能是會比你抄底 B&B 或者抄底其他交易所的代幣 更安全穩健的行為 但當然這個是不可能 構成投資建議的 因為現在市場就像剛剛說的 可能還會在雄一陣子 下一個消息 這個禮拜台北區塊鏈週 我是基本上全程 我能參與的都參與了 那其中我覺得最精彩的一場演講 就是Animoca Brands的創辦人 他做了一個演講 那這一則呢 鏈新聞有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整理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我當時也有找 他做了一個簡單的訪談 之後應該會有影片跟他分享 下個消息 台北最嗨新年程2023跨年晚會 他們這次推出了一個 新生花火NFT 那裡面有蠻多的抽獎好康 第一名可以拿到 iPhone14 Pro 東京來回機票 還有可以讓你免費的住飯店等等 那這個其實活動很簡單 我們就點到他的官網裡面 然後他會講這樣子 手機版跟電腦版都可以用 你就點他 然後許願 比特幣10萬美元 然後你按正確 我是這個燕黃花火 有6%的人跟我一樣的新生 然後你就可以收藏這個花火 然後你就可以參加那個抽獎 然後只是因為這次的活動 他們是跟 MyCoin集團的Cubic錢包 所以你可能要下載Cubic錢包 才可以玩 總之是一個蠻有趣的 跟政府跨年活動合作的一個NFT 有興趣可以follow一下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可愛的名言 這個是我這禮拜在整理週報的時候 發現區外課有一個專欄作家叫狂人 那很多的B圈社群呢 都調侃他是一個反指標 可能他有時候會說錯吧 那這次剛好他這兩個新聞就放在一起 下面這邊是狂人說 預計鷹派的方案員會放緩 比特幣有望上攻18500 那隔天呢 就鷹派的發言就出來了 廢的就像我們剛剛說的說 2024才降息 比特幣下跌失手1.8萬美元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波君一笑吧 就是我們都知道網路上分享的這些資訊 都發表他個人的觀點 大家不要隨便的就是跟人家的單 或者是反向開人家的單 都是一個比較高風險的做法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你覺得币安的FUD會持續下去多久呢 你覺得币安的資金問題 有可能會造成像FTX一樣 不可收拾的後果嗎 可以在下面跟大家討論 如果今天對著對著有幫助 可以幫我按個讚分享這個影片 希望我的頻道讓YouTube的戰法知道 我們想看加密貨幣的內容 所以比特幣就會漲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問我 那這樣啦 我是腦哥 我們下集再見 Peace